各級學校已陸續開學 疾管署指出 國內腸病毒疫情持續上升 仍處流行高峰 而且血統之間密切互動 容易讓腸病毒在校園傳播 甚至成為家庭跟社區 疫情傳播的橋樑 疾管署加強校園搶疫 並呼籲校園建立良好防疫觀念 那目前來說 這個未來一個月 應該都是腸病毒跟流感 可能會在校園當中 引起群聚的這個高峰點 所以特別呼籲學校跟家長 還有老師都要特別注意防疫 機關署指出 上週八月二十五號到三十一號 新增五個腸病毒 併發重症病例 是今年單週確診數最多 有醫師提醒 剛開學會有很多病毒 從各地匯集到孩子身上 家長要多留意 孩童的身體狀況 那五位裡面有四位 是確定感染了腸病毒 七十一型 那另外一位是感染了克薩 A6型的腸病毒 然後都是有併發腦炎的 這個狀況 那這也是我們的單週 就是併發重症的這個人數的新高 第一個注意精神活動力 第二個注意食慾 活蹦爛跳東西願意吃 水分願意喝 一般來說就不會出現大問題 醫師表示 校園容易引起群聚感染 因此要遠離疾病 除了要落實正確勤洗手 生病也要在家乖乖休息 病疫規定進行傳染病通報 要避免疫情擴散 原始新聞 胡宋 迪弗洛 台北市採訪報導 好... 好...